我沒有辦法原諒她 為什麼妳都會這樣寫我 氣死我了 小姐 姬莎莎昨天怒發常聞 炮轟二妹姬小君五大罪狀 包括母親過世當天 她卻已經累了 沒幫媽媽拿東西 還有渾身酒味奔母桑 已經沒有幫忙 照顧病婦等等等 只是莎莎怒氣爆發完了 姐妹情依也跟著玩了 媽媽叫我去拿東西 我跟我媽媽講說好 我要拿過去 是媽媽講她很累 我根本就沒有講說我很累 是我跟我媽媽的對話 她根本就不知道 結果媽媽過世的時候 你說有酒氣什麼 我就跟阿令的姐姐 黃令 我兩個在那邊喝 然後就跟媽媽講話 因為我心情不好嘛 姐姐姐姐姐姐姐妳為什麼 妳要去講說我一身酒味 然後等一下等一下 妳後面才來的呢 我現在因為 疫情的關係 我根本就沒有工作嘛 哪裡來的錢 我這個 我這個人是那種 不會小欺 我只要一有錢 我就會給 其實我姐姐也知道 為什麼妳都會這樣寫我 對於妹妹的反擊 季霞莎先是撤下長文 並澄清 我妹妹這麼差勁 她很愛家人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我沒有辦法原諒她 其實我現在已經把它封鎖了 但我姐姐我覺得 我沒有必要在那裡 被家人害的時候 妳就知道是什麼 什麼感覺 感覺 娛樂動新聞 妳覺得妳要這樣對我是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嘛 拔倒